我就是不要用按鈕 而用插入函数 還記得吧 你要自己使用者定義出兩個函數 一個函數叫月考函數按確定 如果我要月考1給他 月考2給他 月考3給他 自動把結果丟到儲存格 他還記得吧 前面都講過 只是你要把這個問題做出來 怎麼做 ok 最重要是你要自己去想出來 實做過 而且也ok的話 那以後你工作上也可以用這種方式 去把它做出你要的函數 然後向下填滿 ok 那怎麼做 其實很簡單 就是其實跟剛剛這個VBA還蠻類似的 ok 那第二個是 如果我不要一個一個選 因為一個個選如果月考 假設有10次20次 那你不是一直選 哇太麻煩 所以盡量一個範圍 有沒有月考函數範圍 那他就是一個 一個 這個 一個參數就好了 那你就給他選一個範圍 丟過來 確定結果就過 ok了 然後向下填滿 那做法 那做法的話 基本上呢 我在雲端上有放 所以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呢 跟剛剛的那個 還蠻類似的 我們月考一二三 就給月考一二三 帶過來 後面 就乘上你那個固定範圍的range 就可以 最後把結果丟回給自己 所以 月考函數 前面就去接他 丟給他 那範圍的話呢 就是直接選過來 那選的話 我前面講過 因為你丟過來的話 一選 會有三個 所以呢 A1-1 A1-1 就第一個 A1-2 A1-3 用來取代月考一二三 這個前面在手機函數好像 第二次上課裡面有講到 ok如果你忘記的話 可以把那個 第二次上課 我記得好像第二次上課 制定函數裡面有 應該有講過吧 有吧 沒有嗎 範圍部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就是 我們剛剛怎樣 就是選了一個範圍 有沒有 選了一個範圍 那我去 用什麼接呢 用月考函數去接 但是裡面會有三個東西 那我怎麼敘述呢 先列 再欄 所以呢 你會發現喔 我就把月考函數 選的東西丟給月考函數 那月考函數呢 我前面再用一個A去接 A A等於有沒有 把這個東西先丟給他 那我怎麼知道第一個是什麼 其實非常簡單 A 瓜糊 1-1 轉色有三個 那1-1就是這一個 1-2就是這一個 1-3就是這一個 有沒有 其實月考一二三嘛 所以後面的話 你有1-2 1-3 那以後的話 如果你還有 後面還有更多的話 就4-5-6一直往下 如果你底下有的話 就是 第二列的第一個 第二列的第二 這個其實就是一個 二維陣列的概念 二維陣列 OK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把它做成一個 就是選一個範圍丟過來 那我就不用呢 一直在選很多個範圍 選一個就好了 OK 那這個部分的話是制定函數 因為前面有講過 所以我就比較概略的大概講一下 那再來的話呢 剛剛有提到就是說呢 就是三密服部分 所以接下來的話就切到三密服 OK 切到三密服 那三密服裡面的話呢 基本上就是去統計那個什麼呢 統計那個就是 銷售部 是銷售部的幫我加 是銷售部的加 OK 所以公司特別注意 這個可能慢慢習慣三密服 他基本上 上面這兩個是一組 是你要找的銷售部 所以記得哦 你要找的 這個找什麼 找銷售部 所以這兩個一組 那三密服務是你要加總的 另外獨立出來一個 OK 大概這樣的概念哦 那如果說呢 我今天 這個不是找的銷售部 而是大於 5萬的話 那你可以 三密服務 這個 一樣是找銷售金額 你要 Criteria 有沒有特別的多一個大於 大於5萬 其實他也是一個四串 幫你把5萬的 以上的幫你挑出來 並且呢 把後面的銷售人員幫你做加總 OK 26 那當然呢 如果說我今天 希望再把剛剛的三密服 轉換成VBA的話 有沒有辦法 今天那也可以 按一下獎金 這邊也有 按一下銷售 如果 這邊也有 特別注意哦 如果要把剛剛的 三密服哦 把它改成VBA來寫的話 那要怎麼寫 當然我們剛剛講過了 不就丟公式 不過我這邊丟公式沒意義啦 我們主要 就要想有沒有什麼方式 可以用VBA來寫 那用VBA的話 一般的習慣是第一個 我們會去想一想 裡面有沒有 跟someif是對應的類似的函數 如果沒有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另外的方法 我這邊是用什麼方式寫呢 我是用回圈 那回圈的話就什麼 for i 等於第三到第七 那加一個 因為有if嘛 對不對 如果if 他的部門的資料 等於銷售部的話 幫我把他的獎金 累加起來 特別是這個地方 VBA這個地方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累加 你要怎麼可以累加 因為很多同學 學VBA最後發現不會累加 那你要怎麼樣可以把 這個獎金先幫我暫時放在 某個地方 那幫我再加再加再加 那把最後加總的結果 丟到哪裡呢 丟到這裡 跟丟到這裡 那怎麼做 特別注意哦 這邊各位可以想一想 如果你可以把這個做出來的話 那以後你工作蠻多地方 也可以這樣做 按下去資料都出來 那其實大部分都做報表了 從這邊丟到那邊去 把報表就秀出來 但是一按 除了報表之外 圖也做出來了 對不對 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以後按一下 馬上自動就全部 全部自動化 甚至以後甚至連按都不用了 時間一到自動產生 對不對 時間一到自動產生多好 以後連動都不用動 可不可能 當然絕對有可能 只是你要知道該怎麼做 OK 我強調的 所以 待會請各位想想看 把那個VBO剛剛講的 第一個回圈 配合邏輯 再配合累加 三個重點 回圈 邏輯 累加 三個做完之後 你這個答案就做出來 當然你剛開始也做不出來 那沒關係 套用範本 雲端上都有 你就把這個範本 牢記 以後反正先套用 慢慢再去做變化 你會發現 其實大部分工作上 你想的到的都做得出來 OK 大概這些招就OK了 來試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試一下 那我們先 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 就是怎麼樣 把我剛剛講的 回圈 邏輯 再來就是累加 OK 那累加的話 你需要有一個 地方存訪 那怎麼做 待會再來看 我 好 我 先來看